好久没坐这么长的公交车了 有三个门 中间还有一只 哎呀好黑呀 这里是花边去 今天我们坐着公交车出来了 目的地是国家博物馆 从我们住的地方到国家博物馆 只需要坐一趟公交 连转车都不用 得再次赶开 北京的公交好方便 这是我建过最气派的博物馆了 不愧是国家博物馆 一个让全国各地省博 都胆战心惊的地方 国家博物馆里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大 我觉得要细细地逛下来 恐怕要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嗯我们今天可能只选那个古代的 然后进到展厅里面 是不允许摄像的 所以我们只能今天看图说话吧 夏商与西州 东周分两段 春秋和战国 一统秦两汉 三分未属 二进前后延 南北朝并立 随唐五代川 宋元明清后 皇朝至此丸 此处应该有掌声 这边随便来一张照片 就是历史书上会考的 这个也很厉害啊 这是三千到五千年前的一个桃顶 你看它的这个肌肉和这个线条 哇我觉得这些淘气保存的特别完好 上面的花纹包括整个气型都非常非常精美 很难得一见的 这个是一个小灶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在河南省博看到的那个中华第一龙贝壳龙的原件 在国国出土于浦阳 妖总说这个人面余文彩陶喷 也是上过历史书的 但我没印象了 看到这条龙我就要说了 之前我们在盘家园看那个仿制的那个玉龙仿的还是挺像的 不管是形状还是大小或者颜色不像之外 这个灌鱼石斧彩绘陶纲 这也是我们在郑州河南省博当时没看到的一件 原来在这儿的 真漂亮 这个玉丛有点厉害啊 之前看到的那玉丛都是只有一节或者两节 这个好长啊 而且它是一个上缘下方的这样一个东西 象征着天缘地方 所以玉丛是作为礼器沟通天地 我觉得这个说得过去 这个像是一个从地上爬到天上的一个梯子 因为之前那一小节看起来真的不是怎么像沟通天地的东西 这个丝母雾方顶真的也是好大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我们之前看到的顶在它面前都是小弟弟 你看它是采用拼柱法铸造的一个 四周还有为了遮挡 拼住缝隙留下来的一些装饰 这个是河南省博物馆 九建镇馆之宝之一的杜岭方顶的老大 在国博 他被孤孤单单地丢在一个角落里 并且名字就叫青铜顶 感觉好心酸 哇 富豪木真的是太牛了 他不但撑起了河南省博的一个厅 他还能撑起国博的一个厅 出土的东西真是又多又精美又大 比如说像这个特别牛的青铜三连眼 眼呢就是指下面烧水上面蒸东西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看它这个全部连在一起 然后在底下生火 当时相当于一个非常牛叉的一个灶台 这件紫龙青铜顶呢 是之前流传到日本 后来又被买回来的一件 是目前商周园顶里面发现的最大个的 顶里面写的这个子和这个龙子真的萌啊 啊 萌萌的富豪萧尊 博博也有一只 这个四阳方尊呢 也是历史书上出现过的 真的真的超级精美 食物非常震撼 那种沉重 有质感的那种黑亮的颜色 这个是我们四川三星堆 青铜纵人那个面具的兄弟了 他还要更加华丽一些 鼻梁上面还有各种装饰品 哇 我觉得这边好东西真的是太多了 这种顶身上有明文的 一般用来做济世的这种 都是很珍贵的青铜旗 勃勃随处可见 这个跟云文铜镜的风格很像啊 一看就是楚国的风格 古人喜欢这种花式繁复的 然后做的很大的东西 出土于河南的楚国的东西 这是一个冰剑战国时期的 它可以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冰箱 底下还配了一个长勺 就是去里面捞水出来喝的 这个青铜方胡也是 湖北省博存有另外一件 这些就是内蒙古的文物了 我跟你说啊 苗总 我保证国博里面没有我们贵州的文物 我不信 我们贵州省博都没有贵州的文物 我们去找一找 这些是广西百岳地区出土的了 这些是云南的 这个是西汉时期的彩绘兵马俑 这个阵容也是非常的庞大呀 看起来很震撼 这个西汉的错金银青铜西尊 已经不能用漂亮来形容了 我觉得它简直就是栩栩如生啊 包括这些囚结的这些鸡肉 重庆人真是棒棒的耶 人家出出的是银巴用 重庆出出的是厨子用 苗总说这个鸡鼓说唱用 也是历史书上出现过的 我有点没印象了 真的有 很有名的 这些同样也保存的相当好的鞋啊 帽子什么的 不用说就是新疆的 因为那边特别干燥 所以可以保存纺织物 保存的比较好 这个好像原件是在 甘肃省国的那个油翼砖 因为没有原件 所以他们做了复制品在这里 我的印象很深的 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毛一样 哇 这个是九色鹿的故事 真的太好看了 我天哪 天哪 就是李世民目前的那个朝灵六郡 还包括两幅被运到海外的 全部复制在这里了 哇 这里真是宝贝多呀 天哪 我觉得上过国家宝藏的 火宝都太密集了 让我有点晕 这俩是黑龙江代表方队的选手 这几件是涉及到西藏的文物 其中的两件我们看到过原物 另外一件的原物是在故宫博物院 但在大昭寺里面也有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好厉害啊 这个是太医院考试用的那种针灸铜仁 外面用黄蜡敷上里面灌满水 然后你要是扎下去没出水 就是不合格 啊 这些就是北京自己的东西了 锦衣卫的大印 指挥使的印 还有校尉的铜牌 还有这个牙牌 真的是牙做的呀 这个是校端皇后九龙九凤冠 你看这些宝石都是真的呀 我跟你说啊 所有女生走到这个凤冠门口 都会倒抽一口冷气 然后哇 真的好漂亮啊 天呐 又好看又贵 哇 你看这是清朝册封活佛的金册 居然长这样 我才是第一次见 有一说一啊 雍正的审美真的比乾隆好很多 我们又一次放到壁馆了 然而只是把古代馆稍微的湖沦看了个大概 都没仔细看 甚至后面都没怎么来得及拍照片 国博实在是太大了 然而在这么大的国博里面 搜集了各地宝物的国博里面 我竟然没有找到一件来自贵州的藏品 是不是感觉有点酸 然后我觉得如果没有时间到各地去看博物馆的 那直接来国博看几天 一次把各地的全看了也还是不错的 毕竟国博这里遍地都是精品啊 在其他博物馆当宝贝 在国博这边满地都是 那今天这集就到这里了 有点枯燥 谢谢大家看到这里 拜拜 拜拜